歡迎回到前進新台灣 我們來看韓國瑜 現在好像他有一個招數 是蠻固定的一套模式 他好像為了要激起一些 韓粉同仇敵愾 所以他就說 有一些爆料 有一些指控 這都是國家機器在監控我 國家機器在迫害我 包括他去廟裡面 麥克風 麥克風好像沒電 有一些故障 他也說 這也是民進黨搞的 所以我們看到的是 行政院長蘇貞昌 在今天做出了反擊 一起來看 韓國瑜選舉新打法 萬人進場不夠看 新方法 萬事被迫害 跟韓粉同仇敵看 千錯萬錯 韓國瑜說 都是民進黨兼國家機器的錯 蘇貞昌嗆 你活在什麼年代 在戒嚴時代 我們從政的人 常常被國民黨用小手段 來民主時代 民主開放 都可以開直播了 韓國瑜還留在戒嚴的時代 先任隔魁蘇貞昌酸的 不只有韓國瑜 還有前隔魁張善政 誰叫張善政喜滋滋 當韓國瑜國政顧問團總召 誰知道名單一看 全是馬家居 班師回朝 這個俗稱633的國政顧問團 他的起手事居然叫我到觀光廟 媽祖廟去發誓 讓大家可以期待的這種可能性是真的很低 韓市長公布所謂的國政團 不就是他在初選的時候 一再批評的所謂打混十幾年 害了台灣的那些人嗎 我們這個陣營的確的人才是比民進黨要好很多 原本國民黨享用專業團隊來彌補韓國瑜的不足 誰知道這一票人跟著學抹黑 馬英九過去的633團隊 短短四年大走鐘 3D新聞吳成斌吳冠穎成交為SNG小組台的報導 一翻出來之後大家記得說633不是跳票了嗎 那跳票的這個團隊現在班師回朝 那整個國政顧問團裡面我們先用頭情的這個Leader來看 總召張善政前行政院長副總召前行政院的副院長杜子君 還有剛剛瑞德哥有講到說前內政部長李鴻源 以及這個前政務委員蔡玉玲 洋洋沙沙你看這麼多頁 1 2 3 4 至少5頁以上的人馬裡面 那大家在看說 重點是他沒有一些亮點讓人家有新的期待 其實國政團應該換個角度來講 它叫做集治團 集合大家的智商智囊 來成立一個團隊 來針對他總統要選舉給他一個做一個幕僚 來給他一個意見 那我比如說一個人叫做騙子 一群人叫做詐騙集團 今天這一百多個人今天出來說 要當他的一個市政顧問 我想請問一下 裡面分觀光 交通 數位 農業 文化 建築等等的相關問題 那請問一下高雄市政府有沒有這些相關的產業需要幫忙 有嘛 那如果你們這些人真的夠專業 我不是質疑你們的專業 我相信你們的專業 拜託你們先把高雄的事情先做好吧 不然你們跟詐騙集團有什麼差異呢 今天我應該是講說這個633當受全國的民眾633黃金十年 十二大 十二愛台大建設這其實都是馬英九時代的 那請問一下有做到嗎 完全沒有 今天威權時代當受所發生的事情 你說現在連麥克風甚至於說下個禮拜 說你要吸毒等等的問題 韓國瑜你是有被迫害妄想症嗎 今天請問一下 農曆七月的時候 你說民進黨搞了一些黑手段 不讓你麥克風說話 我應該是說農曆七月半 這些好兄弟出來吃東西吃錯了 把它吃壞了啦 也不要說神明不讓你講話啦 這樣有點侮辱到神明 所以我是覺得說 一個人叫做騙子 一群人叫詐騙集團 韓國瑜你真的要選總統 我只是知道說 以現階段來看 你完全沒半部 你要靠這些人來拉抬你的身世 錯 民眾要看到是你對高雄的市政的一個執行力 你對高雄所說的一個競選政策 所有的政策 完完全全要嘛做不到 要嘛還沒做 高雄人民還在期待你的政策實現 當你的政策不實現的時候 你國政團在公告這個新聞 在告知所有人你有國政團的時候 請問你的地點在哪裡 高雄在下大雨你跑來台北開記者會 那你把高雄市民放在哪裡啊 你要這些國政團你為什麼不到高雄去開呢 代表你重視高雄 我馬上開完了這些政見 這個記者會開完我馬上就要去 下去看看我們災民需要哪些幫忙 可是完全不是 你來到台北就半天又沒了 你高雄繼續在淹水 同理心啊 我必須要講韓國瑜同理心 不要再轉移焦點了 你的無能施政我相信大家越看越清楚了 再來國政顧問團 其實只是你一個幌子 你記得你講過你在一個場合說 能撈就撈能混就混 這樣看出來了很清楚了 好像你目前正在混正在撈 撈什麼撈棉人民的信任感 大家發大財到底最後面誰要發大財 所以我個人認為韓國瑜你不要再騙了 這個市政團只是一個幌子 真正需要的你把高雄的市政做好吧 好順著這個建議員講說撈啊發大財 我們發現說有一個學者 他發現一個觀點 就是說這一個國政顧問團裡面 好幾個成員他可以把它做一個歸納 歸納之後他發現說 這些人都有同樣一個特質 叫做互黨產戰隊 為什麼這樣講 這是一個羅成忠 他是台南科大的財經法律研究所的所長 那他其實研究這個黨產 研究非常的透徹非常的深 他就有特別提到說 國政顧問團裡面財政金融的這裡面 有一個叫做劉維琪 劉維琪是什麼人 過去他擔任國民黨黨營事業 中央投資顧問公司的前總經理 所以黨產規模大概是9000億 那是劉維琪說的 那另外一個蘇永欽呢 蘇永欽他就講說 他在法令月刊裡面就寫過 反黨產追討的文章 也就是說他整理出來有好幾個人 發現說這個是一個後黨產大隊 易富哥你怎麼看有像 大家又幫他做一個新的歸納 發現這一些人看起來 不是這麼適合 我覺得那是從過去的言論去彙整的 當然我覺得當時黨產裡面的爭議 合不合憲等等的問題 當然有各說各法各說各話 但是我覺得這個顧問團到底是什麼形式 或是過去 當然人家說633團隊 那反過來講就是因為他們知道633跳票做不到 所以以後規劃會不會比較實際一點 你反過來思維也可 你說有一次失敗的信念之後 後來他失敗為成功基母這樣 當然馬英九只是在說 馬英九說我們要做到怎麼樣 我們要做到怎麼樣 結果他們配合規劃以後才發現 很多事情不切實際 其實那個顧問團的名單我也看了一下 我稍微也有看一下 的確我所知道準備加入顧問團裡面 有幾個敏感的人確實是不在名單上面 而有些人甚至於是蔡英文 當初2016年的時候有接觸希望可以入閣的人 確實是有 但是比例是比較低一點 比例低一點 那你說這個顧問團到底能夠做到什麼地步 或是怎麼樣 我覺得顧問團就是開會 就是把一些白癖書寫出來 然後當然我覺得一件事情就是說 其實我們都知道選舉 像我左右兩邊都是選舉的人 其實說一句實在話 其實能不能打動人心的 其實政策就只有那幾樣 你不要期待說所有的政策攤出來 一個選總統的國政排比書 可以這麼厚可以這麼厚 誰會看 沒有什麼人來看 其實真正能夠喊得出來 打動人心的政策 其實沒有很多 但一波哥我一個疑問是說 不是很多 韓國瑜他又講說 可能不久將來又要爆料 說什麼他吸毒 這是怎麼講 我覺得一件事 他可能是聽到很多的 因為負面訊息太多了 他可能聽到以後就馬上趕快講 聽到以後就馬上趕快講 未來大概又會指控我什麼 又會指控我什麼 我覺得這個事情應該會越來越多 就是說可能明天你又聽到 他說又有人要指控他什麼 都變成他自己指控自己 然後說的都沒有 現階段的因為負面太多了 但有些東西 我必須坦誠一件事就是說 很多的指控 當然是真是假我們不知道 但是問題是我們沒有看到證據 任何的一個指控 包括柯文哲指控蔡英文身旁的貪污 我們都希望柯文哲 你要指控人家這麼嚴重 你要拿出證據來 如果說今天很多的指控沒有證據 然後我們都去接受的話 那我們還有什麼當初有什麼立場去批評柯文哲嗎 但是問題是沒有證據的事情是真是假 你不知道 但我們希望指控人去提證據 當然這種東西又再而三三而四下去 可是現在問題是 人民會有很多想像空間 他自己是好酸林 他自己是好酸林 就是他自己說 可能又有人說我吸毒又說我什麼 就變成他自己在報自己的料 我覺得可能有一點 團隊裡面可能驚弓之鳥吧 就是最近東聽一個新聽一個 東聽一個新聽一個 然後人家跑去或許跟幕僚說 我聽到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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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們會把它當作很認真的一回事 因為負面太多了 所以可能聽到什麼他就會先講什麼 但是問題是當你聽到什麼就講什麼 聽到什麼就講什麼 那你今天你可能是這樣講 那你明天聽到那個你又這樣講 後天他又在想 市長你到底還有什麼問題啊 到底大家還在質疑你什麼問題啊 所以我覺得其實大可不必啦 就是說你沒有做過的事 你心知肚明沒有做過的事 其實別人在指控你也不需要 不需要去擔心什麼啦 還有一件事情我覺得一件事情就是說 韓國瑜動不動去談國家機器的事 其實有人跟我談過了 就是說韓國瑜的個性 韓國瑜到底是用國家機器當作一個藉口 還是他真的相信國家機器會這樣幹 其實我覺得韓市長也大可不必太去 個性上會去太去 太去主觀的相信 你在公開場合打麻將 而且這麼多華人 而且是在一個度假村裡 然後二月份當初你又是台灣的政界裡面的天子交子 當紅第一人 大家看到你打麻將 其實說實在話 如果我看到我不認識他 我不拍幾張 其實只有兩張道別流出來還算少 我才有病耶 我才有病耶 對不對 好不容易看到 這是我們現在 當紅炸自己 沒有可是他可以想到說這個是國家機器 這是他的頭髮 所以我就覺得說一句實在話 大可不必 大可不必了 其實你就做個解釋就好 春節期間 我忘了有這一場麻將 我跟各位道歉 我說我當市長以後 從來沒有打過一場麻將 我忘了這一場跟家人 因為我把它當成娛樂性 可能我舒服了跟大家道個歉 就沒事了 你把它講成國家機器 大家會覺得 有打就是有打 而且是跟家人打 有什麼大了不起 我記得有人說過他的確是個性有一點意識 我覺得他的個性 我覺得他大可不必去想這麼多 你可以在一個公開場合打麻將 你會被拍到不是很正常嗎 這個我覺得很正常 我覺得也大可不必什麼 去扯得太過頭了 大家會覺得說 你這個是不是太過頭了 如果說真的 國家機器如果要拍 他會想盡把各個角度 每一個打麻將的人正面都拍到 要去確認身份 可能他會拍看看桌上有沒有放錢 沒有他真的會去確認身份 如果不會說拍了 那天我們看那個相片 我們都在討論 那個人怎麼這麼像江青良 到底是不是江青良 什麼 在那邊討論半天 最後問出來了答案 真的是許淑華的男朋友 許淑華的男朋友 也是留鬍子戴眼鏡 真的乍看之下 你看到本人 看到本人的人都跟我說 他真的長得很像江青良 我跟你講如果是國家機器 他真的會把各個角度想辦法拍清楚 打的是哪些人 面相講什麼 會去確認身份 所以我覺得 如果說看那單純幾張相片 我覺得 如果我們國家機器拍相片 只是這樣拍 無法確認身份的話 我覺得我們國家機器也會太爛了吧 那浩尔我覺得他有可能是因為 他發現這一招 我說國家機器怎麼樣怎麼樣 我是有用的 所以他在號召寒粉的過程中 我就說國家機器在拍我打麻將 他可以用這樣一路的論述下去 他發現說他或許可以得分 可以摳住部分的那些人 對 其實這個真的是國家機器 那個是韓國的國家機器 那個品牌其實是韓國國家福祉 它不是台灣的國家機器 只是韓國的品牌來拍韓國魚 真的剛剛好而已 那只是重點是 其實我覺得韓國魚 它是不斷地在拋一些議題出來 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前陣子 他不斷在講說 韓兵是私生女這件事情 這個事情我怎麼去網路上找 我要找它的來源 我花了大概一個晚上 兩三個小時我一直找 我找不到實際的來源 到底誰說過 從來就沒有人說過 有啊 不是韓國魚說的 就自己說 最後的來源就是他自己 所以其實他常常會放一些煙霧蛋出來 可能當然下禮拜可能會有別的事情 可是他就丟一些 可能根本就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來轉移焦點 我覺得這個是韓國魚現在的一個招數 不過我覺得他現在面臨的危機 其實是來自於藍營內部 其實這幾個禮拜我們的民調 就開始看出一個現象 就是很多藍營支持者不喜歡他了 藍營的支持者開始對他不信任了 他們期待要換郭台銘了 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出來 是因為其實他自己真的是太誇張了 過去這些藍營的支持者非常的支持他 可是到現在你看到的卻是 上去年在選舉的時候 願意跟他掛在一起的這些市議員的參選人 那些人是可能北部也掛 新竹也掛 基隆也掛 花蓮也掛 大家都掛 可是現在你看 其實我到全台灣各地 我就到處去看看板 我真的幾乎沒有看到有任何一個 立委參選人是願意跟他掛的 那這個就是代表說 其實你的一些性格上的問題 或你得罪的中間選民 年輕人 甚至婦女選票 這是對立委選舉的人 他們需要51%的有傷害的 可是總統也是一個51%的選票 所以你作為一個總統參選人 如果你穩不住過半的選票 那就會很危險 因為你沒有辦法肯定說 會不會柯文哲出來 或者郭台銘出來 你必須要在一對一也能贏 所以這個大概是小英目前的優勢 但這個也是韓國瑜他的挑戰 所以我覺得他未來 當然還是有很多的負面訊息 我就爆料一下 其實包含就是兩個週刊 現在剩兩個週刊 現在其實都在查韓國瑜 政治獻金的這個議題 包含潘恆旭的那2000萬 現在正在查 除了這個之外 其實也有人在談說 韓國瑜是不是過去 在高雄黨部的時候 常常到對面的某一間店去消費 那那個店到底是什麼店 我真的不知道 但大家可以看看這些週刊 查出來的資訊 對他有沒有傷害 也就是說後續還有未爆彈 不過剛剛提到說 這個黨內整合這一塊 我們來看看 這跟整合還沒有關係 但是呢 韓國瑜他就 當然是國民黨希望說 侯友宜你身為新北市市長 你是不是要接一下 競選總部主委 結果侯友宜居居然是拒絕了 他就說不行 我要專心市政 然後看到的是南投縣 然後店長李明真他跳出來 嗆一下說 侯友宜你這太矯情了 你怎麼這麼不是大體 我們來聽聽侯友宜怎麼回應 如果你不願意 不跟國民黨合作 你就退出國民黨 不要帶著國民黨再那麼矯集 我們基層看得都非常的討厭 不挺韓國瑜就逼退黨 還罵侯友宜很矯情 侯友宜馬上示範給他看 什麼叫矯情 不挺一心二用的人 暗奉韓國瑜總統市長兩頭燒 還不矯踏實地 侯友宜酸度破表 桃土師傅也不是省油的燈 竟然捏了一條魚要他接招 桃土魚變碰烘魚 還被師傅又搓又打 侯友宜笑得尷尬 師傅表演超有戲 但侯友宜和韓國瑜早就沒戲唱 這隻魚要認真打招 打招才有辣 沒做我的一張認真打招 新北最大諸侯不幫忙 讓韓國瑜整合再碰一鼻子揮 加上韓國瑜換不回郭台銘 王金平 失去人和 恐怕才是這位藍營共主 最大的問題 三雄方目風 謝孟哲 新北市報導 之前不是漢子 粗子跟燕子嗎 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侯友宜他在想什麼 我請教瑞德哥 因為我們看到的是 侯友宜他說 因為我對選民有很多承諾 而且我每天24小時 我時間不夠用 所以被嗆說你不是大體 他說我非常是大體 我的四大體就是新北市的400萬的選民 那很奇怪 為什麼盧秀燕他也是持這樣的態度 他也還在觀望 被問說你要不要當台中競選的競總主委 要這麼說 現在不要 要這麼說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局勢 我記得國民黨過去曾經有高層 兩個人拉起手來肝膽相照 過了沒多少年 兩個人肝膽俱立 你知道嗎 然後一直到現在老死不相往來 那麼也不過在去年的時候 那麼禿子燕子加探子對不對 合體造勢 摸到國民黨去死 不得了 哪曉得不到半年多的時間以後 怎麼會這樣呢 照例來說 那麼中國國民黨經過黨內初選了以後 產生了總統的候選人 那麼全中國國民黨就應該要全部弄起來 幫鞏固領導中心 讓他這個成功嘛 不過我們必須很坦白的說 好啦 荷里加探這個候選人不是郭台銘 你知道嗎 當然也不是朱立倫 因為正常倫嘛 你知道嗎 所以才如此 因為公文批太多了 所以韓國瑜公文批很多 所以能夠打敗韓國瑜的人 就只有韓國瑜啊 可是侯友宜的態度一直起人移動 你知道嗎 他在三重辦北漂什麼 這個製造三百多個工作機會 二十五家廠商來 結果在三年報 身為地主之餘的侯友宜沒來 然後呢 扮得利利落落 本來預計有幾千個人去投建 履利啦 結果既然沒有 來的記者比來的那個人還要多 那除此之外 中國國民黨的全代會 在幫救舉辦的時候 身為地主的新北市長 竟然不來 不來也不接 韓國瑜的新北市的主委 那麼緊接而來沒想到說 不然就是恭喜侯友宜個人的事情嘛 台中市的大諸侯 如秀燕更進 他也不接 他說他會支持 他會幫忙 但他不接 我請問你啊 扣掉了那個韓國瑜在高雄對不對 國民黨十五個縣市裡面 哪兩個官最大 啊不就新北最大 然後再來就是台中的嗎 這兩位都用這樣的一個態度 你說消極也好 你說積極也好 現在韓國瑜莫怪昨天必須去見 吳敦義嘛 蠟燭兩頭燒 外面 郭台銘跟這個王金平兩個人虎視眈眈 來勢兇 然後裡面是兩個大諸侯根本就不挺 我讓人家覺得很納悶 他們到底在打打什麼盧玉算盤 當然我跟各位說啦 我跟韓友宜認識快要二十幾年 快要三十年啦 韓友宜沒在怕你什麼兩三千的 韓粉氣的 臉書跟留言做什麼 他沒怕啦 他怎麼去怕這個 他今天開玩笑說 薛求薛求張其明他還比較認識對不對 他沒去怕你們家的啦 明年一月十一號如果你要知道喔 明年一月十一號如果韓國瑜 這個總統打算輸啊 然後五六月的時候罷免又被罷免成功 我跟你說啦 你們有沒有看過洪三郡 過去洪三郡圍城幾十年怕四人對不對 後來有沒有一個洪三郡 等到明年韓國瑜如果總統大選也輸了 如果也罷免成功了 這些韓粉人在哪裡啊 等到好友宜下四年後還要再選的時候 你們在哪裡啊 我怎麼會怕你 不過從這個動作可以看得出來 侯友宜這麼強勢的做這個動作 那當然你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分析啦 不過我認為絕對不是那麼尋常說 侯友宜是因為個人的因素沒有 我覺得侯友宜他從這個動作裡面呢 那麼表現出在國民黨裡面現在分崩離析 也就是說他是四百萬的市民是沒有錯 但是你也不要忘記他是中國國民黨的黨員啊 他卻敢於這樣子直接挑戰 那我問各位嘛 如果韓國瑜輸了 明年韓國瑜 從此以後消失到台灣政壇 捲著捲了好幾千萬 甚至於上億的合法的選舉這個金額走了 請問你國民黨剩下誰 整個國民黨的終生代剩下誰 剩下幾個人嘛 剩下誰嘛 所以呢 從這個侯友宜的動作可以看得出來啊 那麼如果一起團結還可能打不贏 更何況現在這個狀況 那麼郝友宜已經豁出去了 擺明了他不在乎 在昨天還是前天的時候呢 本來傳出一個訊息說 郝友宜經過這個勸說了以後 終於首肯 十分鐘後立刻更正 你就知道十分鐘後喔 立刻更正 沒這回事 你知道嗎 市政優先 市政在優先 有什麼事情比中國國民黨的前途還要重要 所以他不硬吞就對了 興宜我請搞 因為我們看到這個狀況裡面呢 本來是說桃園三結議是破局嘛 我想說破局不就是沒戲唱的嗎 你們這個戲還可以繼續唱下去說 三次改了新聞稿 就是說郭柯王會面還沒有破局 那後面呢就有講到 又改了一下內容啦 那最後呈現是說 整個沒有破局的情況還會再見面 那到底是什麼樣一個情況 現在郭董他的盤算是什麼 其實這個簡訊啊 我來就是澄清一下 其實那時候是一個 誤會啦 首誤 因為那時候 就是因為有這樣子的一個新聞出來 然後媒體就一直來詢問回應 那我們現在的就是說 因為現在LINE很方便 大家會在LINE裡面回應這個新聞這樣 那當時就是說 我們在回應的時候 因為寫了兩段話 但是不小心就是先把第一段話還沒寫完 就貼上去了 那貼上去之後想 那把第二段話再貼上去嘛 那變成兩則回應 那兩則回應的時候媒體就來問啊 那你們要以哪一則回應為準嘛 那我們就說那抱歉 我們把它會整成一則再撲上去 所以其實沒有大家就是想的這麼的 詭譎多端啊 其實沒有就是一個很單純的一個誤會 那在這邊跟大家抱歉 讓大家造成誤會這樣 那其實郭柯王三個到這個會面 其實從來就沒有破局 從來就沒有破局 對 因為其實之前都講過了嘛 我們在郭柯王會面的時候 就是在一個順其自然的情況下 然後讓它自然的發聲 那上個禮拜大家討論到 其實上禮拜有個小小的那個作業書師 也是一個三方 因為當他坐下來看對巴彼此的行程的時候 對到一個剛好三個人都有收到邀請函的 一個這樣的行程 那想說好那我們就以三個人都有行程 我們就來去這個行程 可是各自回去之後發現 其實當下這個行程 就是跟原本我們內部的行程 還有王院長裡面的行程 也是都是碰在一起 是鬥不上的 所以就先把它 那我請教一下在行程之外 你們對於柯市長到處去放話 都沒有什麼想法嗎 我認為柯市長可能心直口快了 心直口快了 那就是說其實有時候 柯市長他會把 就是他的想法 或是他一些他建議的話語 或是他一些他的討論的方向 然後塞到我們的 其實當時只是討論一個劇本 因為當時柯市長來到我們 討論他當副手 然後兼行政員 因為其實 其實外界給我們非常多的劇本 三套劇本 四套劇本 五套劇本 很多 那當時我們跟柯市長也是見過面 那見面的時候 我們就是說 現在外面有這幾套劇本 然後我們來討論一下說 就是一個討論的過程 並沒有說就是邀他 或是說要邀誰 或是說就要怎麼搭配了 那我想可能市長就是說 只是在講一個過程 一個玩笑話 那就是可能大家當的很明顯 你們都可以接受他這樣 把這些事情抖出來開玩笑 你們可不可以問個問題 因為我認為這是一個誤會 這是一個誤會 對不起 我想要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柯文哲一直講說 郭台銘 王金平 邀他當副手 進行政院 他拒絕 是 那真的有沒有邀他 還要只當一任喔 還要只當一任喔 這是我們外界比較 我想要問一下欽怡 就是說 你們是核心幕僚 那柯文哲這樣對外放話 你們老闆的想法是什麼 哇 你現在正笑 不過我們認為 柯文哲這個講法 應該是真的 是有的喔 是有的喔 因為外界對這個比較有質疑 對 我剛剛有說過了 其實在大家會面的時候 是把各種可能性 跟各種在外界 已經在傳演的一些劇本 我們拿出來 然後大家一起討論 各種可能 那我們也想知道嘛 你突然來到我們就是 其實我們跟市長之間的 見經驗 目前的話 我所知道的是見過一面 對我所知道的 那其實說 當時我們坦白講啦 坦白講 突然間市長來 就是在媒體上面 對我們一直頻頻招手 其實我們也是有點 受寵諾 沒有啦 就是有點覺得說 欸怎麼 就是市長對我們這樣 那當然我們內部 就會進行一些分析嘛 然後進行一些討論 那當時我們收集到一些 就是媒體上面 幫我們編寫的一些劇本 或是說各方有一些建議 我們拿出來討論 就是一個討論的過程 一個討論的過程 只是沒有想到說 會演變成市長所說這樣 那我覺得誤會 就是把它解開啦 因為三方幕僚 現在誤會已經解開了 是不是 三方幕僚之間溝通 是非常順暢的 這個問題就應該是說 那柯文哲你所講的 郭台銘邀你 沒有照欣宜的講法 只是說 外面的版本我們討論 對 並沒有慎重的邀請你說 所以柯通往自己的臉上貼金嘛 對 我在想起來好像柯文哲 在2017那個所謂的海峽論壇 的那個什麼國安稿的那樣 又演了一套出來 說給國安會看過 對啊 為什麼 那就證明就是說沒有就對了 我們的解讀是應該是市長他是心直口快 心直口快 對 我倒認為說 不管心多直 口多快 事實的部分你們真的要去做澄清 那其實我看你的講法裡面 幾乎你也沒有否認掉柯市長 他這個講話的一個真實性 你們只是說 心直口快的外界的解讀就是說 說了太快了 代表你們這是真的 有談 如果這個是 那我要在這邊鄭重澄清就對 可以 真的 真的沒有這樣子的一個邀請 是一個討論的過程 討論的過程 討論到這裡就對了 沒有 我剛剛一直講 是幕僚在聊天 對 我剛剛一直講了 那他對是郭振穎主張嗎 還是說其實是柯自己拋出來的 其實 其實從來沒有主張 這個要說你要把他理清 不然對郭振穎是一種 不過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是要誇一下柯文哲 因為他有做到他的公開透明 他說他的公開透明 但是公開透明是不是對的 這樣才是問題啊 對啊 可是他對 他跟那個蔡衍明見面 就沒有公開透明了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有脈絡啦 我第一個我相信 當一個台北市的市長柯批喔 他不會笨到說 一個無中生有的東西 拿出來講 那個郭振穎 你萬一把他給打下去的話 那柯文哲是重傷啊 所以 周委員你不要忘記一件事喔 王的回應是什麼 有第三者在場喔 摸著良心沒有喔 沒有 我現在是在講說 他柯文哲去講說是那個 郭台銘有這樣的邀請嘛 那我大部分我在猜啦 社會大眾會比較相信柯文哲 因為柯文哲這個部分如果是說謊的話 那郭振穎一打下去的話 柯文哲你會看哪條呢 最近的發展 你注意看到南投縣長林明珍 林明珍本來是嗆誰 他是在嗆新北市市長郭友宜 他講說 你不聽喔 不做主意喔 你就幾個你提供了 後來你看 他被 可能是被他修正以後 他把話一轉就轉回來了 轉說 沒有喔 我講的是在講郭台銘跟王金平喔 你看我們現在看到局勢 休息一下說回來 這個局勢都非常非常的亂 國民黨到底要怎麼樣整合 目前好像還沒有看到一個比較契機的部分喔 你看郭台銘王金平跟柯文哲感覺上就是眉來眼去喔 而且剛剛也講說還沒有破局嘛 那韓國瑜他討救兵他要求助的是黨主席吳敦毅 吳敦毅說喔有有有 吳郭惠呢在這禮拜就會見面 但結果卻是被郭台銘辦公室給了一個軟釘子 說不好意思我們行程已經都排滿了 一起來看 我們剛剛討論了很多大家也都百思不得其解 就是說柯文哲的公開透明 居然會是放在這邊 那我們看到有個粉專呢 他就特別點出幫你整理看看說柯文哲到底他講了什麼話 那這裡面呢你看喔 柯文哲點點 郭台銘跟王金平都找我當副手 郭台銘要郭柯沛副總統可以兼格魁 那就拒絕郭提議郭柯沛 他說我要當副手 自己算的好啊 要繼續爆料 怎麼大家發現說 都是柯文哲自己在放話啊 講說自己是獅子啊 王金平是那個狐狸啊 那現在呢我們看到最新的一個消息 就出現說 鐵三角是不是破局 那柯文哲幕僚又講話了 不是柯啦 是柯文哲的幕僚 他說 又拖下去 今天就有變化 那這裡面就講說 其實郭柯王我們目前方向是一致的 這台車對那個方向滷過去 但是呢 再拖下去就會出現破局 那這裡面呢他們有特別提到說 青柯人士表示 郭的壓力是因為 黨主席吳敦毅要找他見面 所以現在才會用各種理由說沒空嗎 怎麼樣 易波哥你要說什麼 這一集又想主導又放話恐嚇 又自台身下 這不是四句話解釋完了嗎 那可有這麼重要嗎 自編自導自演 可有這麼重要嗎 而且很奇怪 各位回想一下 8月1號郭跟柯見面嘛 8月3號跟誰見面 跟王見面嘛 請問你一下 郭王的會面 請問你媒體有寫什麼 有寫出什麼內容 沒有 郭跟王你看 兩個人嘴巴多緊 那郭跟柯為什麼跑出這麼多東西 而且裡面什麼 5% 贏5%才會選 什麼不分區區域 沒有談的事怎麼都出現 沒有談的事為什麼都跑出來了 那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兩個有互信基礎的談了半天 話都流不出來 只是大家都知道 雙方都表態要選 然後沒有任何承諾 裡面的對話完全沒有人能夠講得出來 但是為什麼郭柯見面 裡面可以有來有往 對話怎麼樣講得半天 細節超多的 對啊 請問你一下 這是郭那邊講出來的嗎 如果郭很愛講話的話 那郭王的東西為什麼都出不來 這有點邏輯上不太通吧 如果說是郭那邊放的 邏輯上不太通嘛 那你看 柯跟王之間的碰面 王第一句話反映 誰跟你們講的 你先跟我講 誰跟你們講的 我再跟你們講 對不對 那誰知道王柯碰面了 到底又是誰講出來的 那你不覺得 王跟郭兩個人 談的話都出不來 那王不坑 郭不坑 結果所有的會面 為什麼連對話裡面 所有內容都會出來呢 而且比較讓人 大家比較不高興的一件事情就是 你提問 我反問 出去外面便我說 怎麼會這樣呢 但是我覺得易富哥很有趣 你現在不代表任何一個正義 不過你又激動 心裡反而是非常的不激動 我覺得怎麼會這樣呢 就是說 我提問 你反問我 然後出來外面 就變成我提問者出去講說是 反問者講的 這樣對嗎 這樣很奇怪吧 其實剛剛易富哥說的是 我也來接一下話 其實剛剛易富哥講的也是 我們有一種 有時候也是有苦難言 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一個例子 對 只做一任是誰提問的 是郭自己講的嗎 還是柯的提問 為什麼到最後變成 變成是郭跟他說 我一任好不好 郭不可能去講 不要那麼激動 不是不是 我覺得這個提問 提問跟什麼 要講清楚啊 不是 我講一句話 你們真的要講清楚 為什麼你知道嗎 這涉及到搓原子湯 違反那個 選霸法 選霸法的問題耶 你們都不回應 初選是同 這依照柯文哲的說法 是有搓原子湯的問題 是有選霸法的問題耶 其實柯市長他這樣子的一個說法 對我們 我不能說沒有造成困擾啦 但是不能說把當時大家 一個討論的一個過程 那是一個討論的不是一個定案 所以我覺得你們的度量很大啊 到現在還說還沒有破局 我要澄清一下 不是還沒有破局 是一直從來沒有破局 但是 因為還沒有成局 對 從來沒有成局 沒有開始怎麼會有結束 但是沒有啦 它是一個進行式啦 它是一個進行式 上次是一個行程的 安排的這個錯誤嘛 那接下來我們還是會 三方幕僚繼續的就是在互相溝通 找一個適當的時機 然後再來會面這樣子 那只是說 我還是要嚴正澄清 剛剛就是 就是剛剛那個 義父哥說的 其實真的 在這個什麼 只當一任啊 什麼 什麼要他當副手啊 什麼這樣 是沒有的事情 討論的過程 我想或許會有提到 因為現在感覺上 動歪腦筋是柯文哲比較多 那我們看看 現在這個最新民調 這是放言所做的民調 這裡面我們來看喔 如果說喔 這個狀態裡面 當然會加入 變數就是說 柯文哲 或者是 郭台銘嘛 那柯文哲加入選戰的話 哇 變成是拉到的是 蔡總統 那如果是 郭台銘加入選戰的話 變成韓國瑜 會被拉到 浩宇你怎麼看這個民調 我是覺得柯文哲的狀況 會持續往下 這個我覺得這個是很清楚的 因為這幾個禮拜的民調 你都可以看到 四個人裡面 柯文哲都排在第四耶 所以他其實 基本上他需要 拉抬他的身價嘛 才要一直放話 只是我覺得放話 其實是非常不好的啦 因為你雖然是公開透明 但是我講 其實你跟這個 蔡衍明見面的事 你就沒有公開透明 其實今年 我一開始不相信 我在年初的時候 有一個朋友 在某個電視台當製作人 他說他們電視台去年 把他們召集過來說 就是要捧柯文哲選擇 總統 那個時候韓國瑜還沒有出來 這個所謂的紅媒 當時就是要捧柯文哲選總統 然後我們再回到 今年這個反紅媒的遊行 就在那個遊行的前後 有人跟我說 柯文哲跟蔡衍明又見面了 我聽到之後 我完全不可自信 後來那個人 就在我旁邊錄影 就滑了那個手機給我看 我看到之後 從那天起 我就下定決心 我沒有辦法相信這個人 因為實在是太誇張了 就是說你的支持者 是這些年輕人 他們跟你站在一起 他們在反紅媒 可是你卻可以私下的 屢次的 據說是十幾次的 跟蔡衍明見面 我覺得這個是不對的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的氣勢 怎麼看 當然是往下 這幾天其實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數字 就是有人發動這個收回柯文哲讚的這個臉書的一個行動 那當然我們大家都知道點贊是容易的 收回是難的 竟然可以十天內有十萬人收回 而且照這種趨勢現在還在持續下降 預計啦 下個禮拜可能就會突破兩百萬 就是他掉到兩百萬以下 這個在全世界甚至是國外也是很少見的例子 所以一個政治人物我覺得雖然他對蔡總統有威脅 可是以他的誠信跟他喪失這個年輕支持者的狀況 我是覺得基本上是快沒有競爭力的 那我也是勸郭董這邊 這種沒有誠信的人有一天會把你出賣 最好是不要合作 好 我們休息一下稍微來看的是 你看柯文哲他自己要講這麼多的話 但是他的這個暗戰術其實是在退戰的這個蜂巢之中 休息一下稍微回來 好 最近我們看到的新聞是F16V全新的這樣的戰機 美國已經批准了 而且這是川普他自己親口證實的 所以批准了這個80億美元大概是2400億台幣左右的規模 66架是全新的 但是你真的沒有想到說 怎麼會有一個人跳出來說 這是怕什麼關係 韓國瑜跳出來了 他發了一個中英聲明 那聲明裡面就有特別想說 感謝川普批准軍售 請教一下瑞雄委員 這怕韓國有什麼關係 看起來有點是廢文 問題就是說 你不然你叫他怎麼辦呢 他這個是對我們台灣 對整個中華民國 我們國家來講的話 是很重大的一件事情 畢竟這66架F16V最新型的一個戰機 全新的喔 川普願意把你賣給台灣 這個過去是 台美關係是做不到 尤其現在在中美貿易大戰的時候 川普還願意代表他在力挺 韓國瑜聰明啊 韓國瑜他很清楚啊 他的選票中間選民不見啊 他是沒有中間選民啊 他甚至他的國政顧問團的組成 他就是認為說 他是沒有知識選票的啊 所以他需要什麼知識欄啊 他又跑出一個什麼 郭台銘在那個地方 他是沒有經濟選票的啊 他要把他的經濟欄也要拉回來 所以這個時候看到一個議題 哎呦這個不錯喔 趕快發個文 感謝你喔 川普喔 問題就是大家主持人在問的是說 啊你什麼關係 這個我可以幫他解釋嗎 沒有 我認為 因為我要選總統 我有機會當選總統 川普看到我有機會當選總統 所以才賣我們66架 可以啦 我可以這樣解釋嗎 聰明可以 不是 當然 問題是韓國瑜的團隊 一定跟你講說 尚伊夫我們不敢這樣說 這是第一個 其實他最主要是搭這個風向 韓國瑜最重要的是什麼 他不是來搭這個 搭這個他沒感覺 因為畢竟現任的總統叫蔡英文 可是呢 他有一個議題 他可以很大聲的講出來 送中這個議題 反送中這個議題 香港的議題 他應該很大聲的很堅決出來講說 我們是反對的 結果他到現在呢 沒有看到 他的聲音太微弱了 也就是說 韓國瑜他到底是 真正台灣有事情的時候 他站在哪一方 這個時候如果是表態是最好的時機啊 他卻不願意 這個對整個韓國瑜的團隊來看的話 我會覺得非常可惜 今天如果是郭台銘的團隊 我跟妳講 完全不是這樣子的 郭台銘今天要算 大行什麼死人的頭 對他有家 所以我反而會覺得說 怎麼韓國瑜怎麼笨到這種程度 這麼大的議題 拜拜 送給別人了 送給民主進步黨了 為什麼 他對老共那邊有忌憚的 就是這個原因嘛 所以我反而會覺得 可是問我這個問題是說 這該怎麼看的 是啊 我也在想啊 這六隻六隻 66隻的 有16隻 跟你韓國有什麼看的 有關係啊 那66架升空是保護台灣 就是保護2300萬人民啊 是啊 你不要害人家 壓根他就不是這樣想嘛 他就認為這個風向是對的 趕快來搭一下 搭一下 沒有加分 但是也扣不到分數啦 好 瑞德哥 我們如果從民調來看 會不會可以 比較分析一下 韓國瑜的動機是什麼 因為整個民調來看喔 如果說是藍綠對決的情況之下 本來是贏的 現在喔 越輸越多啦 是不是這個也是一個 考量的因素 韓國瑜為什麼昨天做 這麼樣一個動作呢 就好像我現在要感謝 上個禮拜威力採21 開在台南一樣 有什麼關係啊 沒有關係啊 你知道嗎 就因為沒有關係 所以要趕快來蹭一下 表示說 我們要選總統啊 感謝美國總統啊 好像他衝你的面子一樣 跟你一點關係都沒有 完全沒有關係 因為很簡單 包括M1 A2的108輛坦克 全世界最先進的 跟66架全新的F16V 都跟蔡英文總統有關係嘛 跟他沒有關係 可是就因為沒有關係 所以我一定要撐一下 雪崩式下滑的民調 那是怕死人的耶 我們民調不是看那個 你硬幾% 你硬幾% 看的是趨勢啊 那麼蔡英文緩步再往上升 這是趨勢 可是韓國瑜的民調是 雪崩式的下滑 每次都6%8% 就一直下滑 現在下滑到 離蔡英文都已經6%8% 在輸了 後來一半也不知道輸多少 然後呢 每天在講一些很奇怪的話 然後呢 又在唬爛什麼東西呢 現在唬爛你的F16V都出來了 你知道嗎 你要感謝 我也很感謝 我想真的啊 可是最重要的反送中 你卻不敢直接面對這個問題嘛 F16V其實就是長期爭取的結果嘛 所以美國願意賣給我們的 但是反送中對很多台灣的年輕人來講 這是芒果乾就是王國感對不對 才讓那些年輕人衝出來嘛 那你現在他最多的是女性的選民喔 剛剛浩宇已經跟講過 他的女性選民少了5% 年輕的中間選民全部跑光 所以你就要想想看喔 如果現在面臨到這樣一個狀況的話 那你韓國瑜再來 你還有什麼可疊的 疊到都沒有東西疊的 那韓國瑜你是要怎麼選總統 你哪有可能選得到啦 好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繼續討論 到底跟韓國瑜什麼關係喔 我們看看韓辦 他原本的這個新聞稿裡面呢 寫說韓國瑜未來擔任總統 將會繼續強化台美國防還有安全關係 善盡和平捍衛者的角色 問題是說 如果說真的是韓國瑜動三總統的話 可能會一個局勢啊 如果今天是國民黨來執政 那川普可能就不會批准這樣相關的軍售案喔 來 其實韓國瑜我必須要講一件事情啦 人家吃米粉你在發什麼燙啊 關你什麼事 你要不要把你高雄事情做好 第二個 今天你們要不要記得 當時候陳水扁在執政的時候 是誰帶頭反對我們跟美國買武器 不就是國民黨嗎 為什麼此一時彼此 當時候的國防預算一年的幾千億 結果被國民黨從頭卡到尾 因為國民黨在立法院是多數嘛 那為什麼今天韓國瑜要去躺這趟溫水咧 對不對 今天這個聲量 這個完完全全買軍購的這個F16的戰鬥機 其實對台灣的國防是好事啊 韓國瑜你現在要做的 你跟中國大陸的關係這麼好 你在中國大陸的這幾年裡面 所謂的高級幹部班在做研究的時候 那你為什麼不幫台灣兩千多顆飛彈 想辦法讓他撤掉啊 為什麼我們世界的衛生組織 你不讓他去跟中共大陸講說讓我們進去參加 畢竟我們也有權利啊 那一樣的問題 非洲豬瘟在台灣在肆虐的時候 為什麼不讓我們去參加呢 對不對 所以韓國瑜我必須要再講 你要回歸 不要只要有新聞點你就去蹭 你應該想辦法去把你的市政做好 因為做好做滿 才是你對選民最好的一個交代 還有一個問題 現在你要擔心的是 國民黨不能整合的問題 漢子跑了燕子飛了 那你的圖子呢 圖子只剩你自己 什麼公文啊網路聲量這些 其實來講對民眾都無感 真正對民眾有感的是 圖子不要再講謊話了 圖子要是